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8月3号凌晨的桑普论席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付费每月订额可以支持 不只是免费的subscribe这个patreon,希望能够每月订额支持 因为我都花精神力量和大家搜集资料去做分析 尤其这一节更加是,我都搜集了一两个钟头看有关的资料 希望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重要问题,看完这些广告,看完这段片 以及利用superfansive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当然看表题就知道了 一个性别争议,就是涉及到在奥运期间有一个性别争议 似乎又掀起了左右派的一种争斗 我今次的立场,我先将个结论告诉大家,免得买关子 就是关于台湾林毓庭,他参加了57公斤级的拳击 现在入到八强了,打败了5比0,打败了乌兹别克的选手 另外一方面,有一个亚尔及利亚的选手 就是Iman Khedif,即是K不发音的,因为在阿拉伯的语义 Iman Khedif基本上是能够赢到46秒钟的时间,击倒了对方意大利的选手 这两位人士,无论是林毓庭,台湾的林毓庭,或是亚尔及利亚的Iman Khedif 他们都被指不是女人,于是不应该去参加女子的拳赛 尤其是JK Rowling,这个是JK罗林,这个罗林基本上一直都是很左派的 但他这一次被很多左派为偶,因为JK Rowling这个《Harry Potter》的作者 这个相当有盛名的作家 他就说林毓庭和Iman Khedif基本上都不是女人,他不应该参加这些比赛 尤其针对Iman Khedif,他说这些无论这两个人士,基本上他觉得不公平 他会导致其他女性的不公平,他们本身不是女人 其实他们如果有疑问,应该自己去做审查 不应该去做一些不公平的赛事,性知不母 认为这个地方他应该要自己知道知难而退,推出这些比赛 那我就觉得,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不是应该追踪一定的准则 其实这是很白痴的问题,追踪一些准则去决定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白痴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将简单的复杂化,复杂的简单化 我会讲一下问题在哪里 接着这个JK Rowling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是女人,他们是跨性别的人士 他们就是所谓的变性人,阴阳人,双性人和阴阳人 因此这些双性人阴阳人是不应该参加这些赛事的 他觉得应该自己知难而退等等的东西 当然很多左派的同团体,我不是左派,左派的团体也是去攻击Rolling的 Rolling的,觉得他不对的 然后当然在国际上林毓廷备受压力,台湾人也很支持这个人 就说你是女人来的,一定是这样的,这样就说很多东西 支持他继续比赛,蔡英文有发帖,各方面有发帖 大家知道这些东西,快快扬扬 我怎么看呢? 我觉得世界上往往有些人 首先第一件事,一个奥运比赛或者比赛是要分男女的 如果这件事你有意义的话,我们要另外讨论 但是我想到现在主流的意见都是认为 所有的运动比赛要分男女 OK? 另外一个叫残奥 我相信就算你是姓小众,姓小众 并不等于残废 OK? 所以不应该列入残奥 那你说姓小众应该有自己的一些运动会 其实一直已经有了 但问题是否将它排除在参加男女有别的体育比赛之外 我认为不是的 我就要分这些人究竟是男和女 OK? 第二件事要注意的 我们分男与女是说生理的问题 和你的同性恋倾向 即是是否相性恋、同性恋、杂交、人秀交 或者什么酷疑那些完全无关 这个是你的gender 不是你的sex 我说sex 是你的生理的特征 而不是你那个所谓性倾向的问题 有些人不是易性恋的 不是男追女 女和男在一起 而是男男女女 那叫同性恋 同性恋有名叫same sex same sex就是男男 换言之我们不会质疑张国荣、堂堂 如果他们要参加奥运就是男子 这个王耀明一定是男子 何韵思一定是女子 我们这些不会有质疑 我们都非常尊重他们的性倾向 我先说明 我未必对于 譬如marriage 变性那些 有一样的看法 但是我尊重他们的性倾向 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的生理 天生后天 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他与男与男相爱 女与女相爱 虽然我不是有同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会尊重 也都会了解这件事 我们不会搞歧视 这个是 我首先要讲清楚这一点 好了 那我们去回到一个大问题 那怎么判断生理的男女特征呢 就是本案的重点 OK 本案的重点就是说 林毓庭 Iman Halif 这些人 那他们究竟是男与女呢 哇 接着我看到一大堆的文章 专栏文章又有 然后外面的媒体的文章又有 YouTube又访问了一大堆人 究竟如何判断男与女 跟着那些医生出来说话 我就觉得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 将这么简单的问题 复杂化呢 如果今天牵涉到一个变性的问题 这个我称之为复杂问题 我们等一下说 我先说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变性手术的人 包括很多在看这个节目的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变性的人在看我这个节目 但我先说 绝大部分在看我这个节目的人 包括我自己都不是变性的人 那这些人本身 我们是一套基本标准 这个标准很简单 为什么那些人讲得这么复杂呢 一秒讲完 剝腹就知道了 OK 不是剝衣服 我再说一次 剝腹就知道了 行不行 男人就是有性的特征的 那不需要我介绍 这些我当大家白痴 就是你有嘴嘴的 你有弟弟的 那如果你说女性的话 有阴道的 有妹妹的 OK 这个就是分别所在 那这一剝腹就大家知道是什么 今时今日 林毓庭1995年出生 她出生之后 她是一个女孩子 她没有经历过变性手术的 那她就算她自己有些什么 后面我会讲到一些 所谓XY 和一些高顾童的问题 但是我就说 她出生的性征就是这样 她是生理上是一个女士 Iman Halif Halif也是一样 她出生的时候 之后做童年的时候 扎边的 有相片的 OK 之后她就慢慢男仔头了 很多人都会变 就是越来越男仔头 喜欢穿牛仔裤 牛仔裤不是对比男仔头 男仔头 即是男仔头的一大堆人 譬如说 余增是一个例子 我先不要说她什么性倾向的问题 and other issue 这是她的自由 OK 完全我不会评论 她是女人 无论她的声音 好像男人那样的声音 她的性格好像男人那样霸牙 那么有威胁也好 有些人这样觉得 我未必这样觉得 有人这样觉得她是男性的特征 但她是一个女人来的 毫无疑问 OK 不知不同的性倾向 这个是她的女性的特征 是生理特征 什么判断 下体 不是上体 不是有没有 有些人飞机场 OK 有些女性飞机场 有些男士可能有不同的特征 有些可能耳型一些 是不是 有些可能女性声 比如张信哲唱歌都很高音 是不是 罗文啊 张国荣都某程度想耳耳型的感觉 那这些不要紧 她是她自己的一种特征 有时某个地方挺性感的 OK 那这个就是各花入各眼 但圣经是重点 OK 这个是判断的重要标准 那如果有人 就像公仔那样 就是公仔那样 后面这些围里 下面下体呢 无法分辨的话 那就是 这个是极少数的例子 我想基本上都不是很存在 如果你有这个例子的话 那可能要进入我们比较难些的test 就是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可以吗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 不是看XY 掩饰体 也都不是看这个高固酮 就是testosterone 那个浓度有多高 不是 就是摩护就知道了 那有一个比较 判准就是说 看护照 那我就反对这种东西 就是我不是说 这个是一个prima facie 就是一个 prima facie 你想想 如果中国 合法护照那一方 它基本上就是用护照去捏造你的性别 OK 就是说你的性别是 你明明是男的 我说你女 就参加女子奥运 就是和人家玩田径 那你是男的 说你是女 然后你可以参加女子的奥运田径 那不得了 你知道全世界国家不是同手无弃的 人心叵測 极权是什么做得出的 为了说谎言暴力 什么都有 尤其是谎言 即使你护照掌握在他手 全世界通行 这个不行的 OK 护照 现在是奥委会的判断标准 拳击比赛 一直有两套标准的 IOC和IBM IBM就是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 就是国际拳击总会 那现在今次的巴黎奥运 是IOC奥林匹克的标准为主 那这个就是他幕后的设定标准的地方 全部选手都知道的 就是排除了IBM的标准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IBM标准是什么 IOC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ssion 的标准就是说 要是以护照为准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足的 这个只是表面证据 但如果你真的要搞清楚 就剥腹就知道了 有些人就说 你对女生去检查这件事 非常歧视 其实很平等的 男生女生同样要受到检查 那你认为你自己是男生 就被男人检查你 认为自己是女生 就被男人检查你 一摸是女生 就不是女生 一摸是男生 就走下棍那一边 取消你资格 你报错队 就是这样的方法 OK 简单的 不要复杂化 OK 那你说一人淹了 怎么办 淹了 所以说进入第二个测试 OK 我就是说一摸 基本上一千个里面 大概九千九百九十三个 就是大概有统计数字 基本上都是同这个方式 完全测试到的 剩下的七个 就是0.7% 0.7% 就是千分之七 是可能会有争议 那这些争议呢 不额乎几种可能 第一就是说呢 根本上没有明显的外露的胜征 第二就是说呢 是变过性 就是他有做过手术的 就是他不是一般自然而然而产生的性症 而后面加上去的 就是他用各种方法 或者男人营造子宫 或者女人营造一条东西 这些情况的话呢 如果有手术 人工改过他的性症 就是做个变性手术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 这些情况的话呢 我想是比较重视 重要 那么这两种情况的话 就是变性 或者是讲的是 就是 你那个性症不明显 就是没有嘴嘴 又没有孔孔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进入这个test了 一般来说呢 我根本没办法分辨到你是 很难 讲你是男和女的时候呢 真的非常难行 而我们整个规则 当然你做法律的话 设计规则的人呢 必然碰到一个问题的 你在99.3%的情况之下 都是适用规则 但偏偏对于0.7%的人呢 没有办法用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可能要另外 匹一些例外的情况 来对待这些人 那有几种处理方式的 一种处理方式 就是完全排除他参加 男女才能参加的奥林匹克 或者细感赛 就是给他们参加另类的比赛 这种做法的话呢 我会觉得 well 现在不是practice 而这样搞法的话呢 亦都牺牲了他 和所有人一起竞争的平等自由 反正他不是伤残人士 那是不是需要这样 将他另立一格呢 是比较困难的 你这种做法呢 我会觉得 有他的logical sense 但是practice里面来说呢 会导致到很多奇怪的问题 就是他们会抗争的 而这种事情 我会从他们的心情里面来出发呢 亦都是比较难以判断 他们觉得 我认为我是男人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 然后牵涉到平等权问题 那这个是法律打官司呢 比较难去取写的 于是乎你要做一个规则 令到大家都信服 即是我们99.3%的人信服 他0.7%的人里面都能够信服 你要全部都信服很难 但至少有个reasonable ground 方法是什么呢 两个标准 染色体和高固酮 染色体就是说 男的染色体 基本上就是XY 女的就是XX 这个大家读过基本生物学 你就知道了 刚刚说的 99.3%是没有偏差的 有偏差的0.7%是什么呢 有些就是那些所谓 左膠经常说的几十种性别 X不是XX只是一个X 单极的X 这种是女人来的 只不过他很多X的就是 没办法生育 没办法生育 不忍 X 另一种XXX 超级女人 超级女人更加是女人 OK 另一种XXY 这叫超级男人 有没有YYY的 没有 XYY 有XXY 其实都是男人 因为他有Y 都是男人 只不过是XXY和XYY 很多都涉及到不育的情况 和脱头发的问题 OK 你看回生理的东西都知道 有一种情况比较特别的 就是他刚刚那两个category 就是变了性 变了性的人 或者根本没有性征的人 或者性征难以分判的人 那我们对这两种人 更加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究竟那个染色体 可能两种都有 XX加XY都有 或者只是XY的染色体 但是出现了他的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就叫做 熊 叫做熊 熊性素 不敏感症候群 那他变了就是 虽然有XY的染色体 但表现出来好像女人那样 那 这件事呢 就是今时今日呢 J.K.Rowling等等人指责 林毓庭或者Iman Halif的一个重点 但如果你细心听过 昨天的逻辑分析 你就知道 我和Rowling的最大分辨是什么呢 先剥腹 剥腹如果发现到 是有洞的 OK 那是妹妹来的 就不需要进入这些test 我再说一次 只有两种情况 一 变性人 二 性征无法分辨 才会进入到 刚刚说的染色体的test 去看呢 究竟 你是XY 还是AIS 就是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还是XXXXY并存 这些 刚刚说的那70.7% 如果你筛造了XXXX 和XYY XXY的话 剩下很重小数的 就是这班人 就是刚刚说的这些 XX加XY并存 或者说 XY 里面有AIS的Syndrome 就是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我们将这些东西 通称为DSD 以前的前称就是Disorders In Sex Development 现在左交了之后 就叫做Differences In Sex Development 如果Diffie-Horns Differences 就不说Disorders 那才够左交 平等 OK 他想说的是这件事 OK 我就不带着病态的东西去看这些人 他们只不过是和我们不同的 OK 这班人 他们出现的问题就是说 当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何分判呢 这个就是掩饰体的Test OK 掩饰体的Test 它只能够说 超级女性 超级男性 可以放在一边 但中间有一些 始终都是分判不到的 比如说XX和XY并存 或者XY有AIS的这种Syndrome 进入第二关 就是所谓的高固酮 Testosterone Testosterone OK 高固酮 有些东西叫高酮 什么叫高呢 高软的高 就是叫做生酮饮食的酮 就是走自边做一个相酮的酮 高是高软的酮 四字下面做个幸福的酮 高固酮 是固定的酮 高固酮 叫做浓度测试 一般来说 成年男性 是成年女性的高固酮的七至八倍 一般是你的高软 去这个 就是 甚至有小部分的前列线 或者那些网 去分配这些男性 会有些高固酮的地方 女性是否完全没有 不会完全没有 就是子宫那些 也有少量释出这个高固酮 女性的高固酮的含量 是男性的七分之一 或者八分之一 那这个情况 那怎么去分判呢 就可能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刚刚針对 刚刚讲 有些 在染色体的问题上面 有些比较特别的特征 比如XXXY病存 或者XY AIS 这些地方出现的syndrome 可能在高固酮 要进入第二部分的测试 浓度测试的地方 它有没有这种 所谓的 有关的 androderm 等等的测试 它能不能通过的标准 我就比较 保护那些 绝大部分的女性为主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你不是属于女性那种高固酮的浓度 比如高固酮的浓度 是1 或者1.5都算是女性 2都是女性的话 而这些人如果验不到 它不是七七八八 它是四五六的那些 那怎么办呢 这些是borderline case 就是它是介入男女之间 就是把明是阴阳人 那这种人是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就是 基本上我会 我会 将它画入男性那边 女性就是说 在她本身 高固酮的含量 比较低的情况之下 先视为女性 可能画到1 或者1.5 甚至2 就stop了 具体如何研判的话 要有更科学的分析 但是大概的思路是这样 避免一些生理上是阴阳人 但实际上 它根本上就是 拥有了男性的高固 和含量的人 打赢女性 这个对于整个比赛的公平性 是不利的 我说这些事情 全部是比赛来说 以前世锦塞 2023年去年 无论是 Iman Haliff 也被challenge 他有性别的问题 就不DQ他 当然他的理由很荒谬 就是说 你有更多的competitive advantage 就是你有竞争优势 说到最后就是 它是xy染色体 如果你follow我刚刚说的 就知道 这些叫复杂问题 就是对于那些比较复杂 0.7%的case的复杂问题 不影响到99.3%的 就是简单问题 千万複杂化 剥腹解决问题 那你Iman Haliff 一剥腹就知道 女人就是女人 不用说那么多 性征决定 你是性别 不是你的声线 不是你生的 是不是男子头 是不是 你是不是同性戀 二性戀 是不是酷疑 或者说相性戀 完全没有关系 你现在可不可以参与奥运 和你的gender无关 是和你的sex有关 你的sex是biological sex 而biological sex 我想是绝大部分的情况很容易分判 行不行 所以说简单问题 不要复杂化 剥腹解决 复杂问题 不要简单化 就是对于那群 那两种情况 就没有明显 清晰的性征 或者那些 变性人 这些情况就要做 变性不是一刻变性 记住变性不会 你做完手术 就是男变女 女变男 不会这样的 是一个过程来的 就是你问回所有这个 做过变性手术的人都知道 是一个过程来的 那你这些情况就很棘手 你问我呢 我自己个人 我没经过咨询其他人 我自己个人的情况就是 如果他们有另外一场 是涉及到这些 这类型的变性人 或者是性别不明显的人 的一个奥林匹克 其实已经搞了 你已经历年都搞过 这些体育会的了 是会更加好的 就是不是参加这个赛事 但是你为了 要使他们平等参与 男女都参加分组参加的 奥林帕比赛 或者细感赛等等的比赛 那我才刚刚先讲 将个问题 这么复杂呈给大家看 因为你 不需要在性征 已经确定的前提之下 再做掩饰体 和高顾同的分析 只有当你的性征 不明确的时候 才需要做掩饰体 和高顾同的分析 这个是神的挑战 这个是很难的挑战 Mercarini 这个奖牌的机会 得奖的机会 因为将他46秒击倒了 但是我想说 就是Mercarini 即是被击倒 他是自己技不如人 还是人家根本不是女人呢 一个男子头的女人 即使他XY的chromosome 即是掩饰体 我们都不会因为这样 而认为他不是女人 因为他脱脱的褲 看到就是女人 OK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准则 你变外性的东西 你变外性的东西 我说过 你不是的话 就刚刚follow这个pattern 这个就是我 複杂的问题 複杂处理 简单的问题 简单处理 行不行 那最近有很多人批评一下Trump 就说 Trump的campaign 其实Trump出来讲得很清楚 Trump他知道有这样的争议 他尤其是因为在国际上讨论Hediff的地方 多过林毓庭 但两个其实都是本质一样 两个都没有变过性 两个都是脱了一条褲 都知道是女人 那Trump就没有直击林毓庭 或者Emman Haliff as of now 没有这样做过 他的campaign就说 不可以使得生理的男性 可以参加女性的比赛 他没有直接骂Emman Haliff 或者林毓庭 你细心看看 他只是生理男性 不能参加女性的比赛 这个跟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我想这是常识话 是不是 你不可以将生理男性 可以参加女性的比赛 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判准 判断标准 而Trump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他说法是对的 我都是保守派人士 我都是右派人士 但我认为 今天的结论就是 林毓庭和Emman Haliff 都符合我所说的 生理女性的标准 有权参加女性的比赛 重点不是在于 奥林帕规则里面的 护照这个标准 而是我相信 脱了一条褲 他们都是个女人 他都证明到她们是个女人 这个就是我们看的标准 有些骨骼精奇 武功盖世 练武奇才的人 可能是个女人 但是她呢 恐慕有力 非比斯 非如 人家的生理的各项指数 是基本上骨骼精奇 天赋异品 并非凡人 刘易斯 也都是 是不是 有些是有这样的特质 不是腹腹腹腹的 是真的有这样的天赋 有些人是这样的 就好像土耳其 那个枪手一样 即是不需要工具 天生就是一个枪王 那你可以取得他如何 有些人是这样的 那就不要辟了他一些 哎哟 你看上去整个女人型那样 你不应该来参加男人的比赛 或者你看上去整个男人型那样 男仔头那样 你不应该参加女仔的比赛 即是我觉得either way 不是用 你看你的外表 或者衣着 或者你的声线 来做分辨标准 是性精 就是性器官 很基本嘛 性器官不是他的头 不是他的手 不是他的胸 不是他的脚 那性器官只是那个位 那你就看那个位 性器官是什么 喂 这个是常识到爆的东西 要不要写十万九千多篇论文呢 好了 跟着我们就会看完这个之后 就明白 Trump所说的东西没吵 他批评了Kamenna Harris 和Biden administration 他revisit revised了那个 那个叫做 很重要的title 9 就是罗马数字 ix 就是9 那这个title 9 就等于 他开放了很多的赛事 给不同的性别去参加 就是今天呢 你举手 说自己是男人 你就 于是报名男人的比赛 就好像那些 现在美国很多中小学呢 被那些生理男性 有嘴嘴的 说自己是女生 说自己认同自己的女生 可以冲入女廁 这些高中生进去的时候呢 一大堆轮奸强奸案 发生了之后呢 学校还要呢 掩着家长 不让被侵犯的女性的家长去报警 甚至不让她去见媒体 不让她出声 威吓她 这个就是发生在美国 现在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跟本案呢 没有直接关系的 本案就是说 生理女性就是这个林毓婷 和Hedith 我希望大家搞清楚这件事 不是说呢 所有右派的政客 讲的东西呢 我永远都会支持 我都不是 我们讲回一个逻辑 和事实基础嘛 OK 所以我在这件事上面 我们很清楚 就是我们不支持Georgia Georgia Meloni 意大利的这个总理讲的话 OK 他为了他国家的国民 他自己的 输了这位 Angela Carini 讲话呢 明白 因为他是同一个国家嘛 但 我们要记住一点 就是 事实真相是什么 很重要嘛 都是那句嘛 讲真话行功二号年文嘛 真相是最重要嘛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这个是最基本的现实 捉住这点 就没有走路了 Title 9 美国的地方是荒谬的 它会显生很多问题 所以Trump是借这个地方 来引导到大家对于那些生理男 潜越 这个 就是以标榜自己为女生为这个基础 去进入一些呢 女性参加的一些 运动比赛呢 是say no 我觉得这点是对的 我想这个是无分 左右派 这个是常识 你都要支持啦 对不对 而我说的标准 请问左右派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那我都希望愿民其长 我只是说 这件事我想是一个常识的判准 和左右派没有直接关系 另外大家知道呢 台湾这个争议呢 我想台湾很多人呢 都是 不是很清楚来龙去问 那我突然有机会 在其他台湾节目和我们说 但我想这点呢 希望大家都明白 林毓庭和这个 Eman Hadith的争议呢 可能现在发生在香港身上的 那我想标准是一样 我不会因为呢 不同的标 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标准 对共产党说的标准 对自己说的标准 不会 标准是一样 OK 那我都很期待呢 未来很快呢 台湾的黄金蓝双 的羽毛球的 林洋佩 就是王齐伦李洋 或者李洋王齐伦一样啦 林洋佩 他们就是刚刚赢了丹麦队 那他会呢 在最后的阶段呢 在金牌战呢 对阵中国的 对阵中国的呢 就是梁伟亨和王厂的 那他们都是世界现在排第一名的 那所以呢 一场苦战啊 但我看到 林洋佩 李洋和王齐伦呢 在同组死亡之组呢 是知道十多个呢 重要的 这个羽毛球的高手在一边 日本的丹麥的中国的 那台湾的黄金蓝双 李洋王齐伦都能够 过关斩仗 有核运气 也都有他实力在那裡 那他一场 一场地打下去 那坐二望一 坐银望金 那希望他最后一场呢 能够击败中国队 这个是我非常希望的东西 我再说一次了 我又很久之前已经 去下一个wish的了 所有抗中的队伍 我们都支持的 OK 和中国队对赛的队伍 我们都支持的 那希望大家明白 那最近有一单消息 就是说呢 有个台湾家 有个字仰 有一位叫做杨 杨子云 一位女士 她是一个 在法国留学的 台湾女学生 那她就 你知道入到这些场馆 是不可以带 就是 其他非制定的旗帜 就是你不可以整个中华民国旗 或者整个台湾旗 出来不行的 那她不带旗 那她带了一个 自己 就是用整个size 一个台湾 绿色的 那她又好像布 那样积出来 纸 不是布 纸 那她切到整个台湾 那样 那不是长方形 是整个台湾 那样的 那上面呢 就有四个大字 台湾加油 那她站在墙旁边 那个楼梯上 那她不断大压台湾加油 那竟然呢 是被中国的小粉红 那些还要穿着粉红色上衣的小粉红 就在那个地方抢走 叫嚣 撕烂她的东西 那跟着呢 立即被在场的保安 就是那个中国人 就将她请出去 你知道这位杨子云女士呢 做的事完全是没有犯规的 她不是带国旗 不是带海报 OK 她是带着一个呢 自己的装饰品 一个啦啦队的一种 一种这样的展示 这个不是国旗 也都不是海报 是她自己的物品 这个不是一个呢 poster OK 所以我想她的做事是 擦边球 打得很漂亮的 堅抽的 所以保安是放她进去的 问过可不可以入 说可以入 保安放她进去 她才展示 她有表现自由 然后中国的小粉 在镜头前 不断尖山地抢走她的东西 表现出什么呢 表现出中国的野蛮 就好像连在内梁的鹿 都知道 你拿着中国护照的人 那些人呢 就要担着你把护照 不断的鹿 在那里跑 跟着那个 中国人呢 想追过去 就会摸在地上 啊 真是挺有趣 整个video的照片都有了 在这里 证明了中国是多么不得人心 而每次当 台湾队 和中国队 对女的时候呢 上次是上英国一场的啦 外国各人呢 那些欢呼声 喝彩声 加油声 是对台湾队说得最大声最多的 OK 这个就是真的 那当然有些毛巾 写着台湾in的毛巾呢 就被大馆没收 就觉得是一个poster 就是一个海报 是一个宣传品 那我想这件事的 执法标准是怎样呢 往往是有很多的 就是说灰色地带 就是controversy的地方 有争议的领域 那这地方呢 我先不一一评论 大家觉得呢 支持台湾人勇敢发声 这个是我一直的一种看法 好了 那在这个之外呢 我也知道 中国的问题 不知那啦啦队 小粉红有问题 其实都是党的人 说真的你不是党的人 你怎可以有票进场呢 就是说真的 党不给你票 你可以自由入场吗 你不需要写报告 不需要被人跟监吗 才奇怪 这个是铁统江山 大家都很清楚 那在现在的情况下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羽毛球的 台湾的 大枝泳就是出局啦 但是小大他的精神 是永远在那 他是为自己 为台湾呢 是争光的 无论他怎样都好 他已经完成了一个 他根本完成不到赛事 明知不可以为之 这个就是他的人格 这个就是他做到台湾的国王 周天成也是相当出色的羽毛球手 另外刚刚说的 我跟杨佩呢 也都有这个 有其他的人士是比赛的 所以我看到呢 就是台湾对象都相当精彩 那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的一个游泳的新手 就叫潘展乐 他在自由泳下 100米自由泳 对赛拿到冠军 那又破世界纪录啦 我都说对于这些 譬如说江文慧啊 对于这个 这个是张家朗啊 或者是何思培啊 我们当然不会认为 他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啦 公平竞赛 没有饭规 没有食禁药 那你赢到冠军 那么多卡夫训练 我们不会认为呢 这件事是什么问题 那我们的分析就在于 我们偏旁一些人 就是我们香港人的精神 不可以堕落 所以不可以乱地支持呢 无差别地支持 所有香港队伍 我再说一次 各位香港人 支持张家朗 支持这个何思培的 我不会说 哎 你们这些人 为什么支持他呢 因为我知道香港很苦闷的 要换出一种 香港的精神出来呢 其实不容易 这种平衡时空之下呢 很难心窄的 但是对于江文慧的支持呢 我依然是诶诶的 因为他有组织关系 党组织关系 好了 说回中国了 潘展乐这些是怎么样呢 更加 第一他不是香港人 不是你的队 OK 不要常说一国 我觉得完全是 大家记住要知道 不是我们要支持的对象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呢 他说的东西是说大话嘛 他在那里怒恶别人呢 哇 你看看澳洲的茶莫斯 OK 这个是游泳建杖 他都不理我 这个四成一百接力赛 他之后打招呼 他又不理我 在美国的选手 就叫做呢 阿莫斯 阿莫斯 那就是Jack 阿莫斯 他又不理我 这个澳洲的选手 又不理我 美国呢 甚至最离谱 不知道不理我 从他跟教练聊天的时候呢 那些水散落在旁边的教练的地方里 多不尊重 他说看不像我们那样子 那样子 看不像我们那样子 好像看不起我们那样子 他说今天终于将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 今天终于把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 拿下了 拿下了 然后他说呢 一说前此 就是说呢 他用这个地方 用拿冠军 证明给全世界看 我们就要含恨 而最后忍辱负重 终于用成绩 挥低他们了 各位这个真的很荒谬 因为他这个说了之后呢 那问回澳洲这位茶莫斯 他说他觉得a bit weird 就是觉得很奇怪 有点奇怪 因为呢 第一 他们知道 就是他们去比赛之前 或者之后呢 都有互相有一个fist pump 就是会激掌 OK 然后自己在比赛之前 had a laugh together 大家会一起开围大笑的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 赢了之后呢 就在那里讲完那些战狼式的谎言 去抹黑这个茶莫斯呢 他觉得很奇怪 那当然啦 大家一点都不奇怪 是不是 有很多些中国的人 就说 你要这样歧视我们这样 我觉得人家有没有歧视呢 你自己觉得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几滴水 你就呢 自己在那里过敏 跟着呢 跟着呢 可能根本如由始至终 都是你自己生安白做 一面致辞 有种的 你就找到你批评的人 一起公开 全程直播辩论 是不是 就不在那地方呢 自己在那里呢 做公审 这种东西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原则 那么潘展浪 他的东西可信 这个是查莫斯 阿莫斯 阿摩斯可信呢 阿力士 阿力士 说了 美国的阿力士 Jack 阿力士 OK 那就是 Carl Chalmos 阿 今天查莫斯 就是这个 澳洲的选手 那你找他 两个一起对策 是不是 问清楚 那记者 给大家听 两面的说法 那之后 你再做一个客观的判断 我想这个是 比较好一点的做法 OK 那我想 我会相信 哪个呼之欲出 就是我会觉得 潘展浪的说法 是基本上很小器 如果你公开的场合 跟大家讲 这些小鼻子 小眼睛 一些不是 程程上 肚女能撑船 而是程上 肚女一滴水 都没有的一种 深空狭藝的情况 看不像我们那样子 今天终于把他们 所有人都拿下了 以血浅尺 如果你说的是 这些东西 我可以说 这个潘展浪 你永远都不会开心 即是 没有运动的精神 也都没有所谓的 欢慌大量 OK 我想这一点是重要的 奥运的东西 故事一落 但我认为 关键的地方 都希望 大家搞清楚 真假 是非 是恶 而不是人民益运 即是看 不同的人的演绎 于是乎就觉得 我是属于什么派的 你一定要依附那种这样的说法 不是的 OK 我们要看回真相是什么 如果要挑战我的真相 你告诉我 即是林毓婷 他是变成的 自然变性又得 人工变性又得 脱出来的褲 告诉我他是有随随的 那我就觉得 I'm wrong You're right OK 否则的话 不好意思 他就是个女人 我理得他XY验识体 我理得他什么高顾童 他就是个女人 女人就是个性症决定 而不是你那些 不同的细胞 有不同的XX和XY决定 OK 这个我希望大家明白 还有不要相信护照 我再说一次 中国 北韩 伊朗 俄罗斯 那些很容易取巧的 非洲 中亚大宅国家都是这样 重要的就是性症 性特症 OK 那下面有着去追 还是妹妹 这个才是关键 OK 希望大家明白 不要将复杂问题 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OK 说到这里 下一次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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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